近日 阿拉斯加鱼业和狩猎部取消了白令海冬季血蟹捞机 原因很简单 又难以置信 海底十亿只血蟹消失了 这次使用潜力的取消 意味着阿拉斯加版的吸食龙蟹将颗粒一收 雪上加霜的时 和血蟹同时一起进步的 还有红帝黄蟹 而红帝黄蟹捞机也是连续两年被取消 取消蟹捞机自然是为了冬雪出来的恢复 可是 十亿只血蟹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虽然目前其原因还在调查中 但加官科研人员怀疑这是气候变弯导致的 随着海冰在冬季形成 岩被排除 寒冷稠密的水 只能把一定大路加的底部 形成了海洋深海学家所谓的冷池 冷池就是雪蟹生产的地方 这里有丰富的食物 并且 过低的水温能使律食者对蟹苗气到的保护罪 然而随着气候变暖 冷池的范围再缩小 对于蟹苗来说 曾经的地步所已经不再安全 瑞食者如雪鱼 能放过不那么冷的水来不是蟹苗 有证据表明 蟹苗已经炎着冷池 相当北端一路 这组图按顺时这方向展示了2010、2017、2018、2019这四年冷池的大小 能清楚看到 冷池的变积正在缩小 那么对于雪蟹的消失 气候变暖可能确实是一大因素 但这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人为的因素呢 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脱口而出 单战友 过不捕捞码 说得对 单看它新闻本身 因为雪蟹和地网线的消失 要取消捕捞进 导致渔民萌受损失 过不捕捞就真的全外鱼吗 需要大致的了解的是 在阿拉斯加想要逢世商业捕鱼 鱼鱼需要获得一张流网许可证 比如 想要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环补三个鱼 一张流网许可证的价格是20万美金 许可证是由阿拉斯加鱼业和售利不断发的 许可证对渔民有严格的规定 其中一项就包括捕捞量 一旦违法规定 就变零区额的罚款 甚至许可证被取消 如果大家感兴趣 推荐观看记录星 深海不暴 在记录片中 每个不暴人都非常接待许可证的可可规定 生怕许可证被取消 所以 如果将血气的消失 微致于渔民的过渡 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 要深届这个问题 首先要知道 马格勒斯 实地文斯渔业保护管理法 这项于1976年由美国通过的法案 编算了一个名为 最大可持续产品管理概念 它指使尽管机构 按该概念最大程度的开启海洋生物 并且 将距离海岸200公里的范围化为专层机区 而这个范围直接通并的保护区 让我们来大概1980年 帝王系作为复补牢物的数据 从法案通过 到1980年软满四年时间 帝王系作为复补牢物的数量上升超过600% 这直接导致帝王系的数量 粘至一位数比例 直到2021年 终于有人指出 几十年来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一直在隐瞒关于蟹类的真相 管理者们总是在地团关于自然死亡的故事 因为他们知道 正能将大多的关注点 从过度捕捞转移到自然灾害上 一项来自飞影力组织全球业观察的地理传输技术去显示 对比2013和2020年 五余季的相同时段 可以看出 比起海冰状态更为正常的2013年 但海冰融化严重的2020年 商业固域传出的力度不降伞增 人们正是利用了海冰融化这一自然现象 因祸得福 反正 只要在最大可持续产量的规定范围内 就能合规的江湖货量最大化 因此 虽然11只血蟹消失的原因确实在不定乱 但气候变暖 破坏了血蟹秒的生炸地 加上不科学的发挥 反而促长的过度补牢 很可能是多数因素 使得11只血蟹平空消失